尾牙季节还可以赚大钱的就属明星了 因为尾牙这科技业最喜欢的就是 肖静腾和叮当 估计他们尾牙季大概都可以进账上千万 人力银行也调查说 今年有高达25%的企业会扩大举办尾牙 反映出景气回温 唱歌几眉弄眼 投入纠结的神情已经成为肖静腾的招牌 短头发的他看起来更意气风发 大家好 大家好 午安 刚出道的肖静腾在名歌助唱 每小时赚200元 到现在已经成为各家企业尾牙的秘密武器 估计进账上千万 那么其实很多东西都来自于 现场的一些感觉啊 然后会是一个临场的反应 尾牙街道数不清 如今坐有三亿身价 在信应南港区等买了五间房子 让他特别有安全感 铁飞歌手丁当 今年尾牙邀约也不断电 华硕等电子大厂纷纷向他邀约 让他今年荷包满满 拿到一笔钱 那我会用一趴或两趴 然后把它用掉 卖力演出 叮当努力工作存钱 希望能在台湾买个小窝 希望可以能够在台北 也可以安个家 那现在住的房子 就是跟好朋友租的房子 每到尾牙季节 邀约重量及艺人数量 也反映景气回温的程度 以今年来看 高达两成五企业都扩大举办 也让不少艺人因此大发尾牙财 东斯财经新闻 陈岳慈 沈玉腾台北报导